真是谢谢大家 我马上最近 马上就要播了 大家期待一下吧 但后面的必须得拥有原生 不行 我会生气的 是放狠话必须的 我会生气的 这次时尚先生的活动 主题是原宇宙 但其实也是想要表达 宇宙展现的星空 向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 给予人们追求不平凡人生的勇气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 其实你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灯塔 成为了他们好好生活 和前进的动力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谢谢 这个实在是有点不敢当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存在 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我的意义 对 这挺好的一件事情 你认为现阶段 自己是一个喜欢打破常规 还是追求平凡安稳的人 但我觉得这俩 它不是一个相互排斥的东西 要看是在哪个阶段 对于我而言 目前这阶段 我觉得一定是得打破常规 再往上走 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 然后再踏踏实实的 接受公众 网友说 龚俊凭借一己之力震惊华语歌坛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真是谢谢大家 这么支持我的歌唱事业 但是呢 我的正业还是演员 好好拍戏最重要 这个唱歌 大家听一听乐一乐 就可以了 那之前夜曲已经唱完了 所以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马上最近 会有两首新歌 马上就要播了 大家期待一下吧 很多网友都喜欢用你的表情 做表情包 你有看到吗 挺多的 最近我团队来给我发 他们送我砖块 那个生日直播 看到那个砖块 那个表情 就挺嫌弃的 挺好笑的 表情包 你本人或者身边的人 都有在用吗 我有两套 然后一个是我的品牌 给我做的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 好早之前 四年三四年前 做的一个紫色的 卫衣的那款表情包 这都是我的表情包 回过2021年 想对2022年的工具 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继续往前走吧 我觉得好好的 完成小目标就行了 小踏实地最重要 大目标呢 当然是希望能得到 这个演技方面的认可了 对 在扮演心理咨询师 这一角色期间 有没有学到一些 心理分析的小知识 可以分享一个吗 就是遇到事情 不要慌张 如果觉得太过于紧张 先深呼吸 让自己的心态 放轻松 在沉睡花园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来访者都得 让他的心灵 然后身心达到 一个放松的状态 所以这个太着急的话 容易把事儿给办不好 对 容易搞砸了 对 放轻松 这次新剧播出 大家都在夸你演技进步 小表情很到位 自己有没有每天刷网友 对你的评论会不会暗自窃喜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评论 大概有看到一些吧 然后其实我觉得 大家能看到我的进步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部戏呢 还是有点遗憾 是没有用我的原声啊 但后面的必须得用我原声 不行 我会生气的 是放狠话必须的 我会生气的 之前你说你的家人 也有看过你演的电视剧 那么他们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片段吗 你觉得他们能够理解剧里的一些网络用语 和实时话题吗 我奶奶反正都会追 但我也没有具体的问她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奶奶就是说演的好 也还得好 结果我估计我奶奶在里面一些网络用语 她都不懂什么网络杠筋啊 什么PUA她都不懂 可能就觉得我孙子在电视上出现了 非常非常的骄傲自豪吧 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家里人都怎么支持你的新剧的 我们那个家人群大家都会 他们都会聊 聊我的戏吧 其实我在里面其实有点尴尬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聊就好了 开心就行 划我忙 我也很好回答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龚俊 想获取我的独家彩蛋和福利 就来关注迷妹专访官方微博吧